字幕君子 蜜蜜 蜜蜜誰,大家好!我是蜜蜜蜜 歡迎再次就收看蜜蜜蜱收看的節目 COBI 1998 18年前 Saturday 5月的沒有發表資金 現在是嗎? 都算有控制下來 現在是維持利益的境界 也有一些防疫的措施 都漸漸在鬆綁當中 但是有受創的一些散言 到現在大家都會煩惱說 後續是不是可以回航呢 這屬然非常關心 而且後續呢 我們在這個後疫情時代 到底能不能把疫情控制好 然後讓大家的生活 恢復到以前那樣子呢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 民意代表跟這次的代表跟我們節目當中 現在為大家來做一個介紹 首先我們歡迎的是台南市議員 蔡王全蔡議員歡迎您 必順主席 我們各位鄉親 大家好 我是翁磚 好 非常歡迎蔡議員 介紹的來自為是婚宴的難霸天 這樣說大家都知道是甚麼人 我們歡迎的是 東東餐飲企業集團的李日登董事長 他也是台灣餐飲聯盟的李市長 也是台南市烹飲公會李市長 所以今天你們 代表很多夾得到我們節目當中 要來發聲 歡迎李日東 董事長 請 各位 祈禮 好朋友 大家 慢慢 好 我們一開始 就先來請教兩位 先請教蔡議員 所以因為我們現在這個疫情 到目前為止 大家其實都很關心 然後最近控制下來了 比較開心一點了 真的是開始在鬆綁 不然之前連出去啊 戴口罩是一定要的 然後我們出去吃飯 之前也不能吃 現在可以吃了 然後要用隔板 隔板現在也可以拆掉 大家有稍微高興的一點 但是我們這樣整體下來 就是說從疫情爆發到現在 那我們整個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呢 那你覺得說這個 我們整個防疫措施做得怎麼樣 其實有時候這個 我們要看過程跟結果 那麼在過程我們會緊張 因為會有焦慮 對 那麼其實坦白講 我們台灣真的是不斷在上演奇蹟 也就是說從今年5月的一個高峰 那時候大家都已經失去信心 那麼要疫苗沒疫苗 然後突然間的這樣 因為去年我們太放鬆了 對 那今年的5月真的大家有嚇到 對 那但是台灣人的素質是很高 其實政府一聲令下 我們也不用動用軍警 其實大家用理解的 因為台灣真的是展現一個民主國家 多元國家自主管理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點半 對 因為結果的數字可以告訴我們是成功的 對 那即便說過程我們會有一些的抱怨 那我們還是樂觀看待前面 就是說政府當然它能夠控制的好 政府一定是政策做對了 一定某些地方做對了 那國民也有一定是自己也做對 大部分的人遵守了 是 那所以因為這樣子 能夠達到這樣的成績 否則的話 全世界這麼多進步的國家 那為什麼獨獨我們台灣 能夠在短時間內 不只是把病毒控制住了 而且連那個Delta病毒 我們也把它控制住了 尤其是最近是連續六七天都是加零 真的大家非常的高興 可是也不要因為加零而過度的放鬆 不要忘記去年的這個例子 去年因為太安全了 所以我們每個民眾都覺得 我們台灣人可能體質比較好 不會得病毒 那時候是去年常常討論的議題 那後來證實不是啊 我們還是一樣人類嘛 要去對抗病毒 恐怕就是常常 很多專家學員講的就是說 我們恐怕要去學習 怎麼去跟病毒共存 對 怎麼去共存 因為即便現在我們都打了兩劑疫苗了 那也常常發生突破性的感染 所謂突破性感染就是說 這個你即便打了兩劑的莫德納 或是A劑 我們也常常發生突破性 他還是確診了 那所以打疫苗不是萬寧丹 但是它是確保 讓我們集體降低感染的風險 那麼也不要讓大家發生重症的一個生命危險 那所以說 疫苗還是非常的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但是不是因為打完疫苗就高枕無憂 那台灣能夠做得好就是 我們隨時戴著口罩 當然戴口罩在餐飲店是沒辦法吃東西 對 但是我覺得民眾都還滿自律的 這是台灣跟其他國家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看待這個病毒的這一回事就是說 我對台灣有信心 那政府其實做得很好 像這個陳時中部長來講的話 其實他非常的穩重 他從來不會把這個疫苗的事情來當政治 他是非常的低調 那我們看的他就是 用以前一句話就是說 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我覺得是這樣子稱呼他 那也為他感到不忍心 但是身為一個指揮官就是要這樣子沉穩 那他必須要很有耐心 要去面對各種在野黨的挑戰 面對各種不同聲音的質疑 那你都要吞下來 那執政黨也必須要承擔下來 這就是我們身為執政黨的一個責任跟承擔 所以在這個過程 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記憶猶身 就是常常過程中很多人罵說 我要疫苗我要疫苗 然後就開始罵 但是無論是小英總統 無論是陳時中部長 無論是我們遇到 我們都只能跟大家回系列 但明明知道 過幾天疫苗就會進來了 我們還是不能說 因為台灣相對在國際上 面對很複雜的情勢 我們都只能低調 那事後證明一波一波的進來 政府真的很努力了 而且在現在來講我們的疫苗 第一劑的覆蓋率已經達到六成 這是非常不簡單的事情 那第二劑也在快速的拉高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在往前邁進 那增加疫苗的覆蓋率 這是目前很積極應該要做的事情 但不是因為疫苗的覆蓋率提高 我們就能高枕無憂 我們還是一樣 跟別的國家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即便打完疫苗 我們還是會勤洗手 然後戴口罩 然後保持距離 還是要那個危機意識 這樣的話才能夠讓我們度過 很多很多次的截後餘生 所以是這樣子 我再補充一下 像比如說像以色列 以色列來講 它本來是一個防疫國家的典範 也就是說它最早就是兩劑的疫苗覆蓋率 它第一劑疫苗覆蓋率很快就達到快八成 第二劑的疫苗覆蓋率也非常的高 所以它打完兩劑的覆蓋率拉高之後 它的這個死亡率降到零 那時候我們都覺得不可思議 可是它在今年 在今年大概三四月的時候 第二大病毒進攻 後來他們發覺怎麼會這樣 突然間確診數快速的衝高 到今年八月份的時候 然後竟然根據他們的衛生單位的調查 竟然是藥居了這個 全球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那讓他們嚇了一跳才知道說 原來你單靠兩劑疫苗是不夠的 所以他們在八月份的時候 開始打第三劑 也就是說疫苗打完兩劑之後 它也是有可能發生突破性 再來就是時間 他們經過了這個三個月半年 它的保護力會降低 像經過他們的醫學的這個研究 他們在那個第一劑 第一劑打完 第二劑打完 越早打完的 它的保護力降得越快 對 後來發覺越慢打第二劑的 保護力越高 這是他們的一個研究 是 所以兩劑之間隔越久的醫次是不是 對 以色列為例 那但是這是我們可以 它正在發生的一個 這個經驗 那我們可以拿來做參考 也就是說今天即便我們的覆蓋率 能夠拉高到八成 九成 甚至兩劑都打完了 我們還是不能高枕無憂 對 所以甚至現在聯合國也在研究說 未來可能必須要第三劑的補充劑 來加強這個保護力 也就是說疫苗必須要 這是最基本的 那但是怎麼去度過這個難關 恐怕大家還是必須要節制 像譬如說 我舉個例來講 是 英國它的確診率很高 是很早就發生 所以他們本身的抗體 很多人都已經有抗體了 然後再加上他們的疫苗的接種率 也很高 也蠻高的 六七成 所以他們首相就佛系的這個防疫 就宣布說不用戴口罩了 回到正常生活 其實大家都很希望回到正常生活 然後他們覺得說 又打完疫苗 又有這麼多比率那麼高的 民眾已經確診過 然後又抗體了 他覺得已經變成集體免疫了 可是很不好意思 有個數字告訴你 並不是這樣子 你看一下 是 英國 這是最新的 大概都是前這幾天的資料 是 這個病毒 前九D 這個確診累積的案例 最多還是美國 對啊 美國 美國 印度 巴西 英國 俄羅斯 累積的案例 這個個十百千萬 十萬 百萬 千萬 四千四百多萬人確診 那英國呢 個十百千萬 十萬 百萬 七百九十幾萬確診 他排名第四名 是 累積 但是我們來看一個圖表 你會嚇一跳 嗯 再來看一下 最近的英國 英國 每天的確診數增加 增加 每天增加喔 是每天喔 每天 對 像美國的話 叫昨日是增加了個十百千萬 九萬五千人確診 每天增加九萬五 好多人 英國是每天增加三萬三 那你說他這樣的一個方式是適合人類嗎 恐怕他這樣的實驗 每天 每天耶 三萬多人 跟九萬多人 對 他們曾經一度 因果曾經一度降了下來 可是他們決定說 要試試看 要拼命看 因為大家已經都集體免疫了 也打完疫苗了 不是這樣 然後抗體也有了 對 事實證明不是這樣 這是最近的數字喔 所以不戴口罩 還是變成案例數這麼多 還是不行 還是要維持最基本 最簡單也是最重要的守則 勤洗手 保持距離 對 戴口罩 這都還是最標準的 這很方便可以做的嘛 對 這個正在發生的數字 很可怕 這個很可怕 那我們台灣呢 較昨日增加幾個本土案例 零 我們台灣是零 所以有控制下來 嗯 因果現在是每天增加3萬多 每天3萬多人喔 不是累積 是每天 是 對啊 對 死亡率當然也是提高的 嗯 那所以像以色列來講 我剛剛有提到以色列 中東地方的以色列 以色列他累積的確診數 已經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一百二十幾萬人確診 死亡率是七 七千八百五十五 嗯 所以以色列年 他們這樣模範的一個地方 他也是這麼嚴重的 是 就是說他們當時是太疏忽了 對 他們當時一直 以色列也是一樣 當時打完兩劑之後 死亡率降到0 他們也把口罩拿掉了 他們也覺得 那時候我們看到新聞報導 都覺得好羨慕 哇以色列也是恢復到正常了 大家都可以正常了 對 結果才沒多久 他們4月5月 Delta病毒攻進去之後 嗯 8月經過短短三個多月的時間 他們的確診數創歷史新高 哇 創歷史新高 對 以色列 是 所以前車之鑑 我這邊還是要呼籲所有的鄉親 其實政府很努力 也拼命的要把疫苗到位 那我們還是呼籲那一句話 就是有疫苗就打 就是說 它的保護力有可能是半年 有可能是一年 有可能是兩年 但是你只要打了就是對 對整體 包括我們身邊的同學 朋友家人 就是一個保護 降低感染 而且也可以不至於會有重症 所以只要有疫苗就馬上去打 其實是不要區分什麼場判 那這是這個最基本的概念 但是不是打了疫苗之後就 高枕無妖就沒事了 很多國家證明 這個他們現在都要來跟台灣學習 為什麼台灣能夠做到零確診 這是不可思議 他們到現在還沒辦法零確診 對不對 對 他們 他們已經 已經放棄了 已經習為常了 要跟他和平共同 對 沒想到台灣能夠這麼多天零確診 所以 才有辦法慢慢的鬆綁到餐飲業 所以今天餐飲業的那個 對 代表過來 這個代表 泰斗我們的李董事長 對 她真的身經 她的餐飲業也好 或是上次的事情 讓她真的是 歷經了一個人生的劫後餘生 對 真的劫後餘生 待會兒要好好的來訪問她 是啊 對啊 好 所以就是我們台灣從原本的防疫模範生 那就不小心變成5月份一個破口 但是我們很快又把疫情控制下來 所以基本上蔡議員是認為說 我們其實這整個防疫的措施 其實是做得非常的好 政府跟人民通力合作 對 民眾也都很配合 現在大家出去就是 勤其手戴口罩這個大家都做得到 很多外國的人他們都不願意戴口罩 對 那我們剛才議員舉出那麼多的例子 英國每天3萬多人 美國9萬多人是每天嚇死人 那我們現在就是 都是最近兩天的 對對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大家就是說 還是要堅守一下戴一下口罩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請教一下 那個李日東董事長 那就你來看 你覺得我們的防疫政策是做得還不錯 我以我是一個業界的代表來講 首先在這邊要感謝我們那個 疫情指揮中心 真的他們也真的是蠻辛苦的 那在這個 你看這全世界亞洲來看 剛才我們忘了一眼有講到 我們真的的確是模範生 你看 還是人民都蠻 配合政府所有的政令 大家願意配合 包括 你看這最 一年最低的路邊攤業是 大家都願意 很熱也還是願意戴口罩 對 願意配合整個政策 我會真的要說弱 所以這是應該是屬於我們政府跟那個 我們的所有市民的合作通力 才能真的是把這一個疫情把它真正控制到 剛才所講的 我們是真的零確診這樣 對對 所以就是說 這方面就是說 現在已經控制下來 大家都是值得肯定 但是我們就是說 大家會想說 原本模範生嘛 那你為什麼模範生會出槌 出槌當然是會啦 可是那一次是不是應該要追究一下責任 那個機師的問題 是不是請醫院也談一下 我來說明好了 其實這個也經過調查 那坦白講 這個過程已經有被政治解讀過度 那當然我不是幫執政長辯護或怎麼樣 我是客觀的 客觀理性來講 我們結果論 這個今天如果說 今天不管你採用的是3加11 5加9 或者是甚至這個7加7 其實結論都是一樣的 結論都是一樣的 中間有人不遵守規矩 然後今天如果大家都能遵守規矩的話 這個風險可以降低 那今天如果說 即便我們把它變成 再多一個禮拜變成21天 我們最近也常 也已經正式發生很多 比如說境外移入的案例 或者是那個機師 副機師 他們都已經面臨到這個 這兩次疫苗的突破感染 就是說它已經打完兩劑 完整的兩劑 所以現在我們政府必須去思考 針對這個機師等等 這樣的一個重要的關口 我們應該是要再補第三劑 比如說其實我們是滾動式的調整 就未來的病毒的變化 變化莫測 但是我們不要說一發生 然後就被政治操作 就是你不對你就應該下台 然後你就要負責 你就要切腹自殺 就我覺得我們不該用這樣的觀點 就是大家共同去面對 是一個滾動式的調整 應該都要有同理心 那後來中央 行政院經過調查 他們也證實說 其實這個3加11 其實跟諾富特那個事件中間 並沒有找得到相關聯 但是經過那一段時間的媒體報導 確實好像已經未審先判 已經被未審先判 是說政策有問題 對 那但是我不去論這個 如果今天這個事情發生在美國 今天這個事情發生在日本 我看沒有 不會在野黨的國家 他們不會這樣去對付他們的 正在努力防疫的團隊 大家都是團結一致對外 尤其像日本來講 我也沒看過他們的在野黨 這樣的一個在立法院 這個發展主席推桌子 不會這樣子啦 他們是一致的對外 因為我們這邊防得太好了 零確診 所以可以讓大家 發揮民主國家的一種多元現象 我覺得是一個福氣 要互相的珍惜 我覺得應該大家要同理心 然後同道一命 要披著的珍惜 那所以說當時的這個政策 或許你可以為審先定 你可以認為是這樣 他也可以認為這樣 因為這個事件已經被政治化解讀 所以今天變成說你可以有這樣的看碼 你可以有這樣的看碼 但是結論是這個團隊真的做得很好 有誰能夠在短短兩個月 三個月的時間控制住 而且第二大病毒都沒有讓它拓展出去 這代表我們的政策作為做對了 我們做對了 要不然哪一個國家可以像我們 現在都是零確診 這個絕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運氣 沒有這麼好的運氣 我們是如履薄冰 戰戰兢兢 然後國民也非常的配合 其實能夠成功 我覺得是防疫團隊的一個很冷靜 專家學者很冷靜的討論指揮 最重要的是國民高度的配合 那最遺憾的是政治人物高調的去 把它過度的操作 所以我都不建議說政治人物過度的操作 我們都應該低調 即便是前陣子在打疫苗 我也都呼籲 我們所有的民意代表 或是要選 明年要選議員的人都不要去現場 我們應該有那個自律才對 我們應該要自律 然後把這個防疫做好 先把政治砲一旁 對 不要太政治化了 所以其實那個事件就是 有些人不遵守規定嘛對不對 對 今天你即便你 你把它改成三個禮拜 對 7加21 或是說直接把它關三個禮拜 對 他不遵守規定 他不遵守規定還是沒用啊 還是沒用 所以基本上這個政策是沒有什麼問題 是個人的行為有問題 但是經過行政院上次的一個調查 真的是沒有找到 這不是說在幫他們講話 對 那個事件 諾夫特華航那個事件 確實跟3加11 並沒有找到直接的明顯的因果關係跟證據 對 而且那個時間點 時間點後來也從那個去追那個基因的那個 阿公店發生的時間 對 跟諾夫特的時間又不太一樣 對 所以說他們這個其實是一個問號 你沒有證據之前 我們讀法律就是沒有證據之前 大家是應該清白的去推論 不能是推論有罪啊 是推論無罪推論才對 大家要理心的去看待 這樣才能夠把防疫做得好 否則那個病毒還沒有消滅 我們人已經被消滅了 我們的敵人是病毒不是人 我一直要這樣的一個強調 如果今天有政治人物去操 把疫苗的這個事情 防疫的事情操作成政治的得利利多 要譴責 全民要譴責 那他就不敢了 因為我們台灣是有這樣 有這樣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好處 對 所以大家其實都希望能夠把這個 防疫工作都做好嘛 因為畢竟關心到我們自己的生命的問題 好 那就是說好 爆發疫情之後 其實在就是之前啊 雖然台灣沒那麼嚴重 但是其實對我們的餐飲 跟那個觀光旅遊業 真的是影響非常的大 這個我們就來請教我們 這兼任很多理事長 代表很多業者我們的男霸天 來 請問一下你們現在啊 就是尤其是這一段期間 我知道你們旗下非常多 有大概三四十間的這個餐飲 各種類型的 甚至在大陸也有嘛對不對 跨走到大陸 那李董 你們現在這樣子一個月損失多少錢啊 這個 這個商業機密 商業機密啊很多對不對 其實這次的疫情 老實講真的 從由衷真的要感謝政府 這次疫情指揮中心大家很辛苦 整個中央大家都 很認真在做這個防疫 所以成果到 超過這次的成果 那目前都是你看 現在是加零嘛 但在確實是 老實講這次我把它稱為是 從SARS到去年的 第一次的COVID-19 就是那個萬輝染到現在的 又在今年的五月份 又再重新發生 我們知道李董之前 挺過那個SARS很不簡單 那這次怎麼又遇到COVID-19 對 應該這次是有史以來 對我們參與來是 非常的嚴重 因為為什麼 因為去年的那個 那個武漢那個會來 嗯 海美全域又 隔年又來了一次的話 真的 對參與業 跟我們台灣的所有的 觀光旅遊業 真的是真的是 影響非常的大 那這樣我有我的 經過這次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把它稱為這次第三次的 好像 抑震 第四次大戰 然後 各種行業有的人 受力有的人受創 那受創的真的是 在這個觀光旅遊 跟我們這個參與 這個行業的確是 受創的非常的嚴重 但是政府還是有 都針對這個去做一些 紓困補助 還有做一些 整個包括 除了出困壓還有補助 那接著他們現在已經在規劃 我們現在五倍前 最好開始要振興了 其實老實講 是真的還是要大家 一同來 正在去 問題發生的已經出來了 怎麼去把它解決 那趕快能 趕快恢復到正常的生活 那我們參與業 像我來為例 我北中南六都都有餐廳 那這次的影響度 是非常的嚴重 在北部會比較嚴重嗎 對 非常嚴重 跟南部不一樣 那我在北部 你管我的 我的那個租金 我們因為市場都是大的 對 我在北部有 大概將近10個 分建廠 那租金高 人員高 其實我們也都是一直配合政府的 政策去做 那政府也都 也有照著政策去照顧我們這一些產業 所以在這裡 其實政府也是 非常關心我們所有產業 但是遇到了還是要解決 但是在這邊就是有兩個 就是政府 我們現在加領了嘛 後邊的整個振興的話 是政府要怎麼後續 比去年再加碼去做 才能有機會把這次的力道加大 然後讓這次的 受傷嚴重嘛 那力道要加大 才能很快的 讓這次的疫情能夠很快的復甦 對 所以這次是更嚴重 所以就是說一些紓困要做得更好就對 所以李董像 我知道說你們那個婚宴嘛 因為你是那個什麼 那個宴會市場的創始人 對 那所以在這一塊後來就是 陸陸續續很多人都跟進來做這個 現在就是辦結婚的話 都會有那種宴會市場那種概念 那所以就是說李董 其實就是這兩年來 這就是結婚的部分啊 是不是會變成說造成你們這個婚宴 損失其實是最大的那一塊 我這樣看來 經過了去年的一個疫情 然後接著今年又來疫情 連續兩年 那我個人看來對我們的參與業 我們參與業跟這一個 婚宴產業 老實講我覺得這次的 就好像地震過後整個 這一個會很大的改變 它的結構性跟社會性會改變 舉個例子 經過這一次的疫情後 我發現它的那個 主數會不會變少 除了主數變少以外 它還有那個桌數會變少 那桌數變少還好 那整個它的方式又變得奇怪 所以有的年輕人現在 跟我們傳統以前不一樣 所以經過這次的疫情後 整個婚宴業跟參與業 會很大的一個改變 至少線上 線下跟線上 實體跟虛擬 虛擬確實在這疫情 影響到實體的營業 至少三成以上 所以到目前 很多參與業現在都靠外送 以前它本身一半外送一半內用 那乾脆這樣都是整個 整體都變成外送 反而更好管理更好 就不用內用 那有的是我們 我們全部都是內用 都沒有外送的 反而受傷會更多 但是未來這一種習慣 一定會改變所有的消費 包括我們現在的 正信五倍界也都 用虛擬的這個綁定 開始做了 這是疫情的一個差別 所以未來產業一定要 重新思考它的結構性 一定要做改變 一定要做調整 所以未來的參與 我希望說政府 怎麼振興要跟我們一起來 開始怎樣去 好好把我們 因為現在是聖誕內需 對外這個觀光市面 聖誕內需怎樣去 振興我們這個內需 能維持到這一個 觀光旅遊業跟這個 餐飲業的一個生計這樣 沒有錯 對 所以李董其實就是 不虧就是我們業界龍頭 他也看得出來說 這疫情可能會影響到後續 我們整個 餐飲業的這個結構 會做一個改變 那也許這個危機就是一個轉機 好 那我們知道說 蔡議員你就是平常都在旗艦在走 所以就你來看 你覺得說真的是影響到這麼多的產業 那怎麼辦 當然尤其是服務業 或是像剛剛李董事長的那個餐飲業 那影響層次層面非常的大 甚至變成是國安的問題 國安的問題 當然 非常嚴重 這怎麼講呢 怎麼講 因為這陣子 本來以為說這個疫情期間 大家都宅在家 不能出去 應該生育率會提高對不對 這下子慘了 是國安問題 並沒有提高生育率 因為大家恐慌不知道未來在哪裡 對 怎麼敢生啊 對 不敢生嘛 未來在哪裡不知道 其他國家就更慘了 那我們台灣至少還穩定下來 生育率嚴重的降低 接著來 最重要的餐飲業 尤其是宴會廳 對 是新人結婚的一個 必要的一個方式 但是呢 也因為這樣的改變 就是說 可能讓新人結婚的機率也降低了 大家會想說是等疫情過再來結 對 因為想要一個儀式嘛對不對 是 不只是衝突 而且這是一個國安問題 因為我們不成小孩 也是耶 是嚴重的國安問題 沒錯 所以政府必須要去面對 就是說 那個 當然我們今年是台灣特別的一年 我們的GDP成長 甚至還第三季甚至還拉到了6-7%以上 很厲害 很不簡單 這個當然是因為我們的電子產業的貢獻度 很多外銷產業能染不受影響 而且是持續的成長 但因為我們這邊的疫情控制的太好 所以他們並沒有因為這樣子而斷煉 並沒有因為這樣子而工廠停掉了 這是我們台灣的優勢 像很多其他國家 比如說泰國 越南 有很多大廠 國際大廠 因為有確診全部都當掉 但台灣沒有 所以這個真的是台灣之福 那麼 所以也因為這樣我們今年的經濟成長率是提高的 可是各行各業來講 服務業就很慘 在消費 或是說像餐飲業 或是在基層上 我大概知道服務業衝擊的這樣 因為人不出來消費 你服務業就要倒定關門 就要倒定關門 所以政府應該特別針對服務產業 或是說針對以人為主的產業 還有餐飲業 日常生活必需的這些產業 應該要加倍的去幫忙 目前的紓困當然政府很努力做 但是我覺得還是不夠的 還是不夠的 但是我相信政府可以調整 就像當時五倍就要發行的時候 當時蘇貞昌院長也是堅持說 我們的模式就是一千塊去換五倍 對啊 就很多人罵翻了吧 沒有 那我們自己反省 對 民進黨是一個 民主的政黨 我們就內部自己反省了 不用等別人來糾正我們 我們內部 我們很多立委 那時候其實我就跟很多立委很熟 我們就已經有共識 甚至我在議會質詢黃偉哲市長的時候 我也是跟他講說 這個去年沒有那麼嚴重 我們用一千塊去換三倍 那麼今年我們還要花一千塊再去換五倍 那沒有錢的人怎麼辦 對 你會變成這種政策會變成是一種排斥 排斥了那個貧窮的人在外 變成一種排貧的行為 對 因為還要先拿一千嘛對不對 沒有錯 對 那造成很多的後遺症 很多沒有錢是不是還要去借 這都不應該增加人民的負擔 那所以那時候我們很多立委就聯手起來 去跟院長跟總統說這個情形 我們馬上就調整 後來這個根本就不用在在野黨跟我們講 馬上調整一千塊現金不要再花了 對啊 直接就是五倍券給你 這個就是表示這個政府會聽人民的心聲 所以今天包括我們今天的節目 大家政府聽到了 他也懂得去調整整個決策 但是所以我才呼籲政府必須要再去面對 面對一個就是衝擊很大的是服務業 以人為本的產業真的很嚴重 非常嚴重 那這段時間大家都宅在家 全部都很守規矩 你根本不用像國外要動用軍警管制 還要去把你門盯起來 還要部隊在那邊持槍 對啊 像菲律賓 不要講到別的國家 很多國家很可怕 就是為了要控制那個確診 像北韓那個就是 就直接槍斃了 你不聽話就槍斃掉了 那當然違反比例原則 因為那本來太不人道 但是呢 表示說這個病毒真的是很可怕 非常可怕 那我們台灣能夠做得這麼好 是因為大家很守本分 但是就產了這些店家 這些消費 觀營業 觀光地方 都是需要有人 對 那但是經過了這一波這幾個月的一個 一個大家的洗禮 我覺得大家已經學會怎麼去跟病毒共存 也就是說 我們都有心理準備 病毒隨時會再攻進來 對 不管是透過走私 或是透過哪裡的破口 或是哪一天 哪一天 什麼事情 那個有人游泳過來偷渡成功 對 也把病毒帶進來 什麼情況都有可能會發生 但是這個病毒太可怕 我們要有心理準備說 有一天還是會再發生 那只要我們小心謹慎的面對 一定可以去度過這個難關 所以說即便現在已經慢慢的回復平常 那中央指揮中心也慢慢的放鬆 因為很不容易 我們能夠連續六七天以上這樣的零確診 那這是一個對餐飲業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喜訊 那我們希望把這個繼續維持 也就是說 這個如果我們對於很多表現優良的餐飲業 我們應該盡量的去給它消費 盡量去幫忙他們復甦 好好的去幫他們 那政府也應該要拿出魄力 兩倍三倍四倍的幫忙 來彌補這段時間 因為大家共同的防疫 而讓大家真的 至少要讓我們能夠一起 共同的走下去 要存活 要存活下去 對 就像議員講的 那其實餐飲業也是服務業的一環 對不對 所以李董你們這段疫情期間 其實有很多餐廳他們都 就是說會裁員 然後可能會先暫時的收起來先不要營業 你們的狀況好像都沒有 你們都還是很硬撐著嗎 應該這麼講 應該菜業分很多類型 對 包括有飲料業 還有那個早餐業 早餐的啦 夜市的啦 還有一些小吃啊 餐廳 那你們算是大餐廳跟婚宴嗎 我們是屬於是大型 又有些是婦宴業 那我們又是 比較正規的餐廳 但是我們一定會遵照政府的方式去做 那 你剛才所講的那些類型 應該都是屬於比較小型的 那也沒辦法 他一定要這麼做 他一定要活下去 一定要這麼做 就先這樣子 所以這次是有史以來 我講過 餐廳業跟觀光業 碰到最嚴重的一次的 面臨最大的挑戰 那相信我們已經走過來了 剛才講到已經六七天佳齡了 那還是要接著是怎麼樣 後面大家合作團結 如何趕快用最快速度 剛才我們月姐 萬元月姐有講到 怎麼樣來趕快 來去振興 然後復甦 那另外一方面 怎麼樣再去 大家的團結 把邊境鎖住 然後讓家裡一繼續下去 讓燦業跟我們觀光業 至少趕快推 我知道剛才推這一個 兩劑一秒打滿就可以 像日本已經在原理說可以 打滿兩劑 那三天前的CBR的證明 就可以不用隔離 那從日本來台灣不用隔離 台灣回去日本也不用隔離 所以我希望說 這一個應該在 今年底能夠實施的話 漸漸從內需開始 開始復甦 就我們像 也感謝五號已經 燦業解封 不用隔板 也不用沒辦法做 那對我們是一種 非常正面的 我是想說 來這邊 今天也呼籲我們台灣市民 盡量可以了 開始可以出來結婚了 可以出來辦吧 可以出來結婚了 該延期了 趕快出來結婚吧 可以正常了 慢慢慢慢 原理這樣 大家要遵守 該規定的 所有的規定 讓內需開始 復甦 那在復甦當中 大家也不要忘記 剛才議員講的 大家該遵守 一定要遵守 那大家團結核心 剛才有講的 那些感動是 大家趕快出來挺我們 對 用行動挺 餐業是最實際的 用行動挺 那這次 會關掉那些小型的 他真的是 不逼不得已 他一定要一家店 他先收 然後先停了 然後再去 再去 等疫情後再復甦 這是他們 逼不得已的選擇 所以 這真的是 講去台灣 是我們在台灣 剛才講的 非常很幸運的 在亞洲地區 全世界 我們現在真的是家裡 所以大家要 喜福 大家共同團結 這樣去 復甦 然後趕快把這個疫情 讓它真正過去 然後恢復正常的生活 這樣是最重要的 所以現在後續就是說 希望民眾 可以多多的去消費 那當然就是 餐廳業者會把 那個防疫的一些措施 該做的還是會做好 當然 這樣子的話 你們應該也是會推出 就是搭配 五倍券的一些活動 有有有 當然我們現在也配合 政府的 五倍券 也推出了非常多的方案 不只是我們 是全台灣現在所有 包括 大大小小 各縣市都 加碼 都動起來了 那希望 真的很希望 這一波 疫情沒有再來 大家利用 五號剛解封 那 餐廳業 趁著這 五號開始 已經 免隔板 免那個 沒法做 那再趁這一次的一個 這個解封後 可以把我們之前 最 淺的損失 趕快 對 加倍的補回來 對 那這樣就可以 這是讓我們 又恢復到正常的 餐飲業跟觀光的利用 也是政府現在 可能會加碼在這個 國旅 包括我們 國旅 國旅好了 其實會帶動 它還是帶動整個 台灣 餐飲觀光的龍頭 對 餐飲觀光都會帶動 龍頭 對 那所以 還是剛才忘記講的 鼓勵大家市民趕快 對 應該盡量去挺 用心動挺 用心動挺 挺餐飲業 展現我們有情有義的 台灣人 台灣的感情 對 然後大家悶這麼久了 其實也想說要好好的出去 外面用個餐 然後就是說 該結婚的也該結了 對不對 拖這麼久 影響國外問題 對不對 我舉個例子 我對這個部分 我相信很快 餐飲業就能夠 就能夠走出那個陰霾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台灣 就那麼簡單 因為我今天戴的口罩 是立陶宛的那個口罩 是 對 我們感謝他 贈受我們疫苗 之前第一次幫我們兩萬劑 當然也有人嫌說 怎麼那麼少 可是他們 對他們來講已經很多了 他們是小國家 小國家 但是後來他們又加碼了 二十萬劑的樣子 對對 所以你知道嗎 那時候他捐了兩萬劑 後來就馬上發生了這個 很感動的事情 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就開始去買 跟立陶宛有關係的東西 食品什麼 全部開始消費 對 最後他們自己那邊嚇了一跳 哇 竟然破歷史新高 有情有意 有情有意 我們還去捐助給他們那邊的社福機構 也就是說 台灣人的精神很可貴在這邊 那今天我也呼籲 我們同島一命 也發揮我們台灣人的這個 有情有意的那個感情 幫忙一下餐飲業 因為他們這段時間 對 今天如果餐飲業全部倒了 第一 我們不捨 第二 我們的日常生活業失去平衡 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它推回來 讓它回復到正常 所以我拜託大家 現在已經有五倍券了 對 我們就加倍加倍的去幫忙 餐飲業跟服務業 對 就是像在多角化經營的跨國企業一樣 它每個事業部也會有虧損 也會遇到劫難的時候 他們會把賺錢來補貼 虧損的部門 讓它整個公司度過難關 那今天台灣也一樣 我們有賺錢 GDP成長 而且是創新高 因為我們的外銷量力 我們的電子產業很棒 所以我們應該把賺錢的部分 用這樣的力量去幫忙服務業 幫忙餐飲業 好 所以現在其實大家會認為說 好 那我們現在疫情控制下來 那後續很重要就是打疫苗了 那我們知道說 蔡議員你之前有跟議長立委 他們一起去打了第一階段的高端 高端 對 已經打兩劑了嗎 我已經打滿兩劑 而且那時候坦白講 我們都早就有機會可以打到疫苗 但是當然不鼓勵這樣 因為有疫苗我們就打才對 但是我那時候的心裡是這樣子 是說 既然大家都這麼希望打到進口 的疫苗 而且是供不應求 那時候是供不應求 所以呢 我們把機會讓給大家 沒有關係 我OK 你們先打 對 但是現在不是現在疫苗 慢慢進來很充裕了 大家就不要再挑疫苗 有疫苗就打 為了防疫 那當時我打了高端 我們是一直到最後 我們自己國產疫苗緊急授權之後 過關的我們正式的去接種 在今年8月23號那一天 跟總統都是同一天去施打 那個第一劑的高端 那經過了28天 我們在9月底 我們也正式打了第二劑 都是照這個時辰 對 那我們現在打滿兩劑 我們就覺得非常的放心 也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對 尤其你們就是 常常都四處跑的 沒有錯 有打真的是安心很多 對 之前喔 還沒打坦白講 我們還是很 還是會怕怕擔心 對 不敢亂跑 我們是非常的 這個很守規矩的 對 真的 所以打了以後 真的是比較心安 那李董 我們知道你之前也本來要去打 對 我本來 後來很受傷 因為我們這個年紀 剛好卡在那個排序問題 那剛好又 那時候我排到 要排到 我已經預約到要去打 剛好就我出了這個 這個小狀出了事情 對 出了狀況 在這邊也感謝大家 我今天剛好滿兩個月了 我那個 滿兩個月 所以現在復原差不多了 那後續應該排到 我就會去打了 對對對 所以其實就是說 真的像議員講的 可以打就趕快去 對 對 把這個整個比例提高 然後對大家都安全 把覆蓋率提高 大家也安全 對 那就是說 當整個覆蓋率提高的時候 以色列為例 確實當時 他們可以把死亡率降到0 他們的確診數 也降到了個位數 很快速的降 但是他們的問題是 出在這個 打完兩劑之後 他的保護率會 會隨著我們的新陳代謝 隨著身體時間的拉長 他保護率確實會降低 所以未來政府還是 政府目前積極在努力 一定要這個疫苗 盡量的把它搶進來 用各種方式搶進來 甚至要為將來第三劑做準備 現在很多國家都已經在打第三劑 是 是 那這樣的話可以確保 讓我們共同度過這個地球 這樣有史以來 還蠻大的一次的這個 這個瘟疫災難這樣 國際 對對對 好 那就是說其實中央 它有一些防疫的措施 它是有一些裁量權給地方的 那其實我們台南市 已經很久很久都是加零了 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那議員你覺得我們台南市政府 這邊在防疫工作方面做得如何 我覺得非常的好 它穩扎穩打 而且不照進 就是說 那個我們的市府團隊很棒 他從來不會把這個防疫工作 當政治處理 那不好意思啦 那個我至少我就看到 同樣的有一些縣市首長 會把它拿來當政治的聲量操作 那就是失去防疫的一個目的 但我們台南市政府是很低調 就是穩扎穩打 這是很對的 這是對的 是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示範 所以我們南台灣 台南高雄 我們南台灣能夠做得這麼好 連續這麼久的加零 那我們也能夠忍住喔 跟著雙北能夠繼續陪他們 陪他們繼續三級管制 這是很不簡單 要是今天我說一句坦白的 今天假如說南部縣市 如果是不同政黨執政 搞不好就跟中央翻臉 就是說我不要 我不要跟雙北同一個步驟 我們這邊那麼久的加臉 為什麼不放寬 但是我們還是忍下來 所以我非常肯定所有的鄉親 就是大家為了同島一命可以忍下來 因為今天這一塊小小的台灣 哪裡發生病毒疫情 我們都不是局外人 大家都必須要去面對 這台灣能夠防疫成功是因為 台灣人的素質高 這個內涵高 這個等於是比較文明的一個國度 所以他能夠互相的去體諒 所以他能夠防疫成功 今天如果台灣的經驗 把他丟到別的國家恐怕不會成功 因為文化不同 思考不同角度 價值觀都不一樣 對 沒錯 我們台灣人真的是比較善良 也比較配合 沒有錯 李董你在北 就是全台各地都有餐廳嘛 對不對 那你覺得說我們台南市 這部分是不是做得還不錯 真的做得非常好 尤其我本來是台南人 真的要在這邊也跟我們台南市府團隊 做你們辛苦的 市長也蠻認真的 所以你看他們可以長期讓家齡都住在台南 對啊 所以家齡長期住在台南 你看我們這麼久了 然後 然後 大家都滿滿 其實剛才 忘年有講到 我們台南人真的也是 素養滿高的 真的是 真的 配額 配額度滿高 所以你看我們台南可以 應該整個六都以外 家齡住最久的地方 對對對 不只家齡住最久還拍戲 對啊 淑女養成績 家齡也是在台南 現在這個劇真的是又拍續集 然後真的是超受歡迎的 所以真的 南北柴也是有差距 議員你就是後續又面臨下一波的選舉 那很多人其實都會在講說 之前的那個破口啊 造成大家對這個 認為說 是不是會影響到你們的選情 但是其實現在已經把疫情控制下來 很不簡單 那其實反而會不會變成說是加分 那你認為說這個選情有沒有很想 一開始喔 前幾個月的時候 其實 甚至在八月的時候 我們都還是很 很憂心地看待 剛剛你說的這個未來 對 因為喔 政治的東西就是這樣 非常的敏感 然後我們也不能夠去講得很清楚 你講得太清楚說你在推卸責任 是 你不負責任 對啊 所以我很佩服陳時中部長 他在點點 啊 人家開機家裡在買 就給他去買 然後 很多事情啊 像我舉一個例子來講好了 像那一次 我記得某一個縣市首長 開了記者會罵說 那個為什麼那個 這個官員這麼多 然後打的疫苗 為什麼都是民進黨的親友團在打 然後我們三次忍不住了 所以我們本黨很多的立委就跟部長說 你不能這樣子不講話啦 人家都已經罵說你 你這樣的已經扭曲事實了 你還不公佈 都被誤會了 還不公佈數字 然後在野黨人說 你要公佈啊 結果沒想要公佈之後 質疑的他們就 揮起啊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最守本季的反而是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我們不用講別的縣市 我自己學到台南市 這樣不客觀 我們看隔壁好了 隔壁翁張梁 翁張梁嘉義縣 民進黨執政 隔壁嘉義市 國民黨執政 你知道嗎 在官員的那個打疫苗的那個 官員的第 這個前三類 就是報導那個重要官員 重要官員的部分 嘉義市的部分 總共抱了三千多位 三千多位重要官員 對 他們的公務人員 兩千多位 是 然後有三千多位重要官員 對 兩千多位公務人員 但是他們 這個領域抱了三千多位 結果呢 那個翁張梁縣長這邊 已經有夠低調耶 他重要官員 只抱了一百多位吧 我記得是一百多位 這是比較合理的啦 對對對 其實民進黨執政縣市都很照規矩 都點點照規矩 都不會黑白來 因為你如果 隨便你照你的方式 你會打亂了中央的一個步驟 其實對整體是不利的 真的是不利的 很容易產生破口 我們就是照中央規定 他們經過是每天經過專家學者在討論 所以他們是有步驟的 所以我覺得說 這一次防疫成功 也感謝國民兩個日 就是信任 不管是過程媒體怎麼報 怎麼去質疑 怎麼去質疑指揮中心 但是能夠防疫成功 跑不了那兩個日 就是信任 國民信任指揮中心 指揮中心 他也沒有拿槍去指著你 或是拿吹煎 要你要怎麼樣做 他沒有 他就每天下午2點開記者會 公佈我們的規則 國民就真的因為信任 就遵守 所以我們能夠確保這樣的一個成績 視頻馬上給我們一個肯定 這個是基金會 郵英黨董事長他做的一個調查 坦白講 郵董事長他對民進黨 是比較批判性的 就是為了大家好 所以他批判力是很強的 但是他做出來的數字 我們都已經達到 陳時中防疫團隊滿意度 七成二給予正面肯定 這很高耶 那相對也影響到政黨的分配比例 我們可以看到執政黨民進黨 他的支持是30.1% 國民黨還是維持在19.3% 連民眾黨13.3% 都已經快追上國民黨 所以這次都是最近的數字 所以證明說 這個只要忍過去 過程即便被人家誤會 就被人家羞辱 就是打不還口罵不還手 是對的 要沉穩 為了顧權大局 所以我很肯定陳時中 你要是 我舉個例子講 如果今天的指揮官換個別人 誰能忍受我被誤會 被扭曲 馬上就回嘴 對 就馬上回嘴 那回嘴的結果會怎麼樣 就越吵越兇啊 是的 因為地方的首長也是指揮官 你只是你是中央指揮官 我是地方指揮官 我地方指揮官也有權限 那大家情緒一下之後 我就幫你學白目啊 那你能怎麼辦 反而會會了大局 所以陳時中部長 他是有他非常肯定的一面 所以今天的民調給他這麼高的一個正面肯定 這個實至名歸 那相對的 我們也放心許多 對 所以這個可能議員選舉啊 或是各種選舉的話 就 你們就比較樂觀了啦 有信心 本來就很有信心 因為我們對 我們對台灣有信心 對台灣人有信心 是 對 一直都有信心 是 好 那李董像你們應該是比較沒有什麼政黨的色彩 那你來看你會覺得會有什麼 對選舉有影響嗎 還是就像議員講的那樣 這個對我們來講應該 我們就不是文外漢了 因為我不是政治 我是商業 對 那我想這是一個 常常他們政治人士在講都是 那個是 民調都是參考的 大家會講參考的 其實 還是實質上誰在做事情 大家 市民大家一定都會 都會感受得到 心中都會把持 誰在做事情 誰在講 真的是在講話沒做事情 還是在講話 其實市民大家都蠻清楚 對 所以大家是選舉這種民調是 我們看現在大家都是 緊供參考 但是還是 回歸到實質面 大家要 是真的認真心做事情 真的為台灣這個 我們的所有市民去做事 才能得到正的正面的贊同 對 沒錯 好那現在呢 我們的疫情有控制下來 然後疫情時代呢 到底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我們台灣人民真的有乖有佩合 大家繼續這樣子支持下去 我相信這個疫情應該就會 恢復到以前 那當然大家就是 可能還是要勤洗手戴口罩 這個是不能免 那有疫苗就趕快打 好那最後我們就請現場來賓 在最後再跟大家做個分享 來 議員 對我一樣是那一句話 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 對在這塊土地 共同生長成長的朋友 鄉親 政府官員 指揮中心 每個成員 不管是來自哪個城市 我們要互相的信賴 是 我們要互相的信賴 那不管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病毒還是隨時會進來 那我們都一定能夠克服 也一定能夠度過難關 對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 對皮脂信任 對 整個同島一面我們都是一家人 我們是 真的是一家人 所以用這樣的心態去看待 我們不怕任何的困難 都可以克服 對 哇很正面的信任 這樣子讓我們大家可以 平安的度過疫情 好來李董 我真的這個 最後我來做一個 我這還是 最後還是感謝說我們 疫情指揮中心的努力 這是重要的努力 其實這是真的是 無可厚非 那最後現在我剛才一直在強調的是 往後的現在已經都加了你的振興 在這塊振興 剛才講到疫苗這一塊 我有小小的建議是說 因為大家都第一季都打到 已經都超過六十以上了 那第二季已經在追趕了 還是一樣 剛才忘了一條講到說 既然說現在要振興 觀光業跟餐飲業 那現在 小小的建議是說 大家往回想喔 現在的餐飲業接觸的人群是越來越多 而且他們現在打的疫苗的浦蓋力 還是拼低 可以的話 我們中央還是我們地方 可以思考從 餐飲從事人員 現在可以先讓他們 稍微優先一下 讓他們先打 因為考慮是他們優先去碰到這個 接觸到所有的消費者 所以這是一個小小的建議 再來就是我們 既然這是 這樣的話就是 最後的五倍見 還是一樣 希望鼓勵大家 到台南來 把五倍見來 放在我們台南 最後還是希望說大家 真的 這次的疫情 受傷最嚴重 還是觀光業跟我們餐飲服業 所以大家共同 就是剛才翁臣講的 要本配嘛 對 所以大家趕快 情意相亭 可以消費 盡量 該人出來結婚 該人宴會了 已經解封了 那就開始 大家用行動來支持 我餐飲公文業 所以再會大家 那疫苗的話 白到剛才講嘛 餐飲可以優先 大家 有疫苗就趕快去打 希望我也期待說 趕快 這次的家齡 可以永住在台南 所以以後的疫情 剛才恢復大家 真的趕快恢復到 正常的生活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再次處理感謝 蔡旺全議員 謝謝李日東理事長 謝謝你 謝謝 我們也感謝觀眾 我們朋友會收看 我們是民心 下次我在這裡 更一段樂我們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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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